在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人會給我們意見說 這個現在好像有側翼 好像有網軍 我們是不是也要砸大錢去做側翼做網軍 我們其實反而覺得寧願 不要把錢花在這些塑造對立的這些地方上 我們反而把這些資源灌注到年輕人 去用科技、用數位去賦能他們 那這個賦能也需要讓這個成果 用很多元的形式來展現 我們一開始是用CHEDGPT的這個平台 所以在一開始OpenAI只讓有這個訂閱的會員才可以使用 但是我們其實有寄信跟他們聯繫 聯繫以後說其實這跟我們的這個民主的討論很有關係 其實現在已經開放了 如果你不是Plus的訂閱的會員 你可以跟周爺爺對話十次 你只要有Google 任何一個Google或YouTube的帳號 我們已經逐漸正在把周爺爺活字典的智慧 轉移到Threats上面去 透過AI來幫我們闢謠跟解說跟討論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 參考跟過程 同時我們最近有一個秘密計畫 我們的秘密計畫就是 我們目前正在跟台灣最大的 簡訊短碼的公司合作 我們會註冊一個簡訊短碼 這個短碼只有五位數 而且我們可以用手機 最簡單的SMS的功能 你甚至手機都不用上網 我們會把其實我們已經做到一半 正在封閉測試中 我們把周爺爺會搬到簡訊平台的服務上 所以不管你是在台灣的哪一個角落 你的所謂的LTE、4G、收訊不良 或者大家沒有吃到飽 沒有網路 可是可以通信 也就是所謂的短訊或講電話 都可以跟周爺爺對話 跟周爺爺用簡訊對話完全免費 然後第二個 我們註冊短碼的服務的目的 就是每一次你收到我的訊息或發訊息 都會是固定的五個字的號碼 而不會像有一些你上網電商購買東西 每一次他傳訊息給你都是不一樣的門號 你有可能會不知道這是真的 這一個電商還是假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用更多元的方式 用更完整更公正的資訊 以及更簡易的溝通的管道 以及更多元的管道 我們其實這裡面都有年輕人的力量在裡面 這也很多都是年輕人給我們的想法跟idea 你講這點我剛好都有接觸 就是你講那個DVT的CHERP DTP 它其實好處是它可以跟來連結 那國民黨的這個就業活字點 我剛在出門之前 我有在試著上 但是後來發現它好像需要 是OpenAI的PLUS的會員 就是必須要會員才能使用 那剛好委員你剛有提到說 現在好像透過CHERP 然後兩邊都去做這個留言終結者的工作 好像就是會不會民進黨好像透過LINE 可能他的接觸度會比較廣一點 是其實是這樣 我想在過程當中有非常多人會給我們意見說 這個現在好像有側翼好像有網軍 我們是不是也要砸大錢去做側翼做網軍 我們其實反而覺得寧願不要把錢花在這些塑造對立的這些地方上 我們反而把這些資源灌注到年輕人去用科技用數位去賦能他們 那這個賦能也需要讓這個成果用很多元的形式來展現 我們一開始是用CHERPGPT的這個平台 所以在一開始OpenAI只讓有這個訂閱的會員才可以使用 但是我們其實有寄信跟他們聯繫 聯繫以後說其實這跟我們的這個民主的討論很有關係 其實現在已經開放了 如果你不是PLUS的訂閱的會員 你可以跟周爺爺對話十次 你只要有Google 任何一個Google或YouTube的帳號 這是第一個 但大家可能還是會覺得有所限制 你可能還是要有瀏覽器 你可能還是要有這個裝一個OpenAI的APP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也持續在改進 就剛剛我們所講到的 我們已經逐漸正在把周爺爺活字典的智慧 轉移到Threats上面去 那Threats目前也有一個功能 就是如果你的回應是屬於AI機器人所創造出來的回應 你可以標註說這個回應是屬於AI產生的 那我們也沒有想要騙大家說 我們利用AI然後寫了很長的話 讓你以為我們是手打 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透過AI來幫我們闢謠跟解說跟討論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參考跟過程 同時我們最近有一個秘密計畫 我們的秘密計畫就是 我們目前正在跟台灣最大的簡訊短碼的公司合作 我們會註冊一個簡訊短碼 這個短碼只有五位數 而且我們可以用手機最簡單的SMS的功能 你甚至手機都不用上網 我們會把 其實我們已經做到一半 正在封閉測試中 我們把周爺爺會搬到簡訊平台的服務上 所以不管你是在台灣的哪一個角落 你的所謂的LTE、4G、收訊不良 或者大家沒有吃到飽 沒有網路 可是可以通信 也就是所謂的短訊或講電話 都可以跟周爺爺對話 其實待會我可以示範給你看 我們目前正在測試中 而且用簡訊跟民眾溝通 有時候大家會很緊張 因為有很多所謂的詐騙簡訊 或者收費的問題 第一個跟周爺爺用簡訊對話 完全免費 然後第二個 我們註冊這個短碼的服務的目的 就是每一次你收到我的訊息或發訊息 都會是固定的五個字的號碼 而不會像有一些你上網電商購買東西 每一次他傳訊息給你 都是不一樣的門號 你有可能會不知道 這是真的 這一個電商還是假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用更多元的方式 用更完整更公正的資訊 以及更簡易的溝通的管道 以及更多元的管道 我們其實這裡面都有年輕人的力量在裡面 這也很多都是年輕人給我們的想法跟idea 我們其實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去真的做到 主席一開始所希望做到的 能夠透過數位 透過AI 讓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公正的訊息 可以更容易地散佈 也讓我們的年輕人可以被賦能 而不是我們就只是把這些資源 拿去買更多的網軍 或者更多的側翼 然後互相地去撕裂這個社會 這其實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